Hello 大家好 又跟大家展開新的旅程 這次帶大家去瑞士巴塞爾巴塞爾 就是瑞士第三大城市 這次旅程對我們來說意義挺重大 第一就是肺炎後第一次搭飛機去旅行 當然除了我們來英國這一艘單程機 第二就是第一次去瑞士 第三就是第一次搭EasyJet在Gabway Airport上飛機 如果大家搭EasyJet的話 都很大機會在Gabway Airport上飛機 因為整個North Terminal的一層都是他們的 因為我們有行李所以要做Self Backdrop 其實兩天前就已經check-in了 有個Bording Pass 你去到就scan了自己的Bording Pass 它會print一個barcode給你 你也是自己貼好它 然後按Yes 按Done 它就會print一張單給你 就可以暫時跟你的行李說再見 整個過程都順利 這次旅程的重點就是看這個 Swiss Indoors 瑞士室內網球公開賽 就是巴塞而舉行 就是這個星期 本身是打算看費達威的退役一戰 但是它在上個月 9月已經宣佈了退休了 所以就無緣看它 但是也挺精彩的 看球手的報名 所以就期待一下 明天就會去看 這次旅程都在Brighton上空飛過 就看到Seven Sisters 即是英國南部好著名的白鞋 另外也看到法國延綿的生物和草原 真的很美麗 很美麗 剛剛就到了 其實這裡是法國境內 所以就是法國、德國和瑞士共用的機場 剛才搭了一個小時多一點已經到了 然後拿劑油是不用等的 剛才忘了說 就是這台機器就70磅左右 加上這個23kg的行李 所以很便宜 廉航 現在就出去 這邊就是瑞士的出口 如果你要去德國或法國 就是那邊 前面這個洞 所以記得沒有出錯出口 剛才就在那些機器裡 買了兩張巴士飛入市中心 就是綠法郎 都可以了 而且你在瑞士也好 如果沒有在歐洲也好 都可以回到英國的小銅卡 的debit 卡 的credit 卡都可以了 那它就自己會回到 那個 rate 都可以的 我上網看過 所以就是剛才很簡單 就不用用任何的現金了 現在就等一輛巴士來 給幾天後的自己插曝一句 我們剛才發現 原來有巴蘇卡 是連由機場去巴蘇的那程車 其實也不用買票 所以如果大家來的話 又住酒店的話 我相信是不需要買票的 只是假設有人檢查票 給他的入住證明 就可以了 一來到市中心 就來到後面的一個是巴蘇的SBB 就是瑞士的巴蘇的火車站 一個很漂亮的古典建築 加上一些風琴聲 這裡周圍都聽到 非常有異景 我們現在的Tram來了 我們上車先 跟畫面的旅行 就有關 balm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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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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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